V.潘代表由旅游 有关注过 关注到了 就是一个意外事件 他们肯定也是verständ大作 有关注最近 我觉得还确实挺 戏剧性的 因为 一个民用的这种飞艇 受这个风链 或者�天气的原因 误入的美国领空 美国发愕 就是过于谨慎了 然后就把咱们那个飞艇击落了 有一点就是太过于紧张了 民用这种飞艇不具备任何的这种 就是说就是危险腐性 美国的很多操作就是包括这个 像那个对于华为的这些制裁 都是有一定政治目的去做这些事情的 所以就是他可能就是也没有什么理由吧 就找这种理由去抵制中国 我觉得可能他们想把这个事件 然后上升到自以为的一个更高的水平吧 这样子 然后从而在国际上 然后来有一些达到一些更大的反响 其实我觉得还是美国 对咱们国力强大的一种恐惧 网友在网上评论嘛 就说咱们那个就是飞艇 毫宝的一个价位大概几百元 但是美国却用一个价值40多万的一个成本的 一个导弹把它击落了 觉得也挺荒诞的 这个行为肯定是来源武力 然后也是比较过度的过激的行为 本身是民用的 而且是对他们军事也好 对他们政治也好 国土也好 都没有什么任何威胁 他们也就可能是过于敏感 中国的这种谴责 就是已经是比较 怎么说 我觉得比较斯文的手段了 对吧 就是也不 因为中国还是比较倡导这种和平 他们在激怒之前 其实就知道是一家民用的 不具备任何威胁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从他内心 应该是对于中国的一个防范 是比较怎么说呢 就是有一些过于意识紧张 你们就在关机这种谴责 更多你 但最后往随时